市長有新進展嗎 有新的進展嗎 今天跟國民黨談有新的進展嗎 有好的結果嗎 明天再跟大家報告 藍白怎麼合 猴柯珠三巨頭 三十一號深夜終於會面 五十三分鐘 有沒有知道核心深水區 猴柯搭配有譜了嗎 車主席也講了一些公庭的方法 但是目前因為沒有具體的內容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提出一些 怎麼樣做一個政黨協商的方法 或是比賽的方法 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拿出新的方式 來面對政黨協商 不要再去堅持就有的方式 猴柯搭配到底卡在哪 柯文哲挑白說他能接受的公平機制 就是當初說的比全民調 我已經提出辦法了 全民調很清楚的 我要求就是你一個公平的比賽規則 就這樣而已 你又不敢比 這樣怎麼解決 柯文哲嗆成這樣 難道是說不比全民調一切面談嗎 你的PROPOSER是什麼 你沒有PROPOSER 你沒有一個提案 然後說我們要合作 要合作什麼東西 當然要有方案 兩邊都可以想一想 什麼樣是我們協調的方案 大家要彼此相互放位思考 政黨協商已經提到了 就是一定是名字都放在 平常選票上的 這個都已經確認了 如果今天柯市長還是要堅持 全民調的話 那等於是我們這幾天的鋪陳也都白費了 那麼就會又要倒帶囉 三巨頭會滅本來眾所期待 如今藍白和侯柯佩在柯文哲的堅持下 等於又回到原點 接著謝宏盧李璇 A3G小組新北報導